哈喽大家好,我是帮你学PS的发听老师 那这一个视频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PS里面通道的相关知识点 在RGB这一个色彩模式中呢 通道分为原色通道和Alpha通道两种 其中原色通道它记录了图片色彩的相关信息 我们对原色通道去做调整,去做更改 这样呢就可以起到调色的效果 例如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图像 那我去打开通道面板 这里有RGB,有红,有绿,有蓝 这四个通道呢都是属于原色通道 其中RGB我们把它叫做复合通道 红,绿,蓝,这三个通道呢 我们把它叫做单色通道 它们分别对应了图像在各个部位 红光,绿光和蓝光这三种色光的发光级别 那点击某一个单色通道 这样呢就可以查看它对应的图像 那你会发现在单色通道里面呢 它是黑白的状态 不是彩色的 而且越白越亮的地方 它对应的这一个色光 发光级别就越高 越黑越暗的地方 它对应的这一个色光 发光级别就越低 例如在红色通道里面 这里就是比较亮的 大家来看 那这就说明 红光在这一个部位 发光级别是比较高的 所以当我回到RGB的一个复合通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里它就显示红色 就是由于图像在这一个部位 红光发光级别高 引起的 那这是绿色通道 这是蓝色通道 这三个单色通道呢 它们对应的图像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来看 正是由于这一个原因 红绿蓝三种色光 发光级别都不相等 都有信息三种颜色去混合 就可以混合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那这一个图像才会呈现多彩的状态 那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选中这里的绿色通道 Ctrl加A做一个全选 然后Ctrl加C复制绿通道的图像 回到蓝通道 Ctrl加V去粘贴 我刚才复制出来的图像 那此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呢 绿通道和蓝通道 图像是一样的 大家来看 这就说明呢 图像在各个部位 绿光和蓝光 这两种色光发光级别都是相等的 那我们说 等值的绿光和蓝光相互混合 它就可以混合出青色的一个颜色 那原先呢 是红绿蓝三种颜色去混合 而现在呢 就相当于红和青 两种颜色去参加混合 那这样图像的颜色 是不是就会减少呀 它就会起到一个统一色相的效果 所以当我回到RGB 这一个复合通道的时候 大家来看 色彩变少了 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啊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 色彩非常多 这里是蓝色 这里是红色 这里是绿色 那在我处理之后 瞬间色相被统一了 而且它主要呈现两种主色调 一种是红色 另外一种就是青色 那此时呢 我可以在这一个涂层的上方 去添加一个色相饱和度的调整涂层 在它属性面板这里 去选择红色 然后我们对它的红色呢 去做调整 把它调整为橙色的这样一个感觉 提高它的饱和度 这样就可以了 再选择为青色 同样我们去调整一下它的颜色 提高它的饱和度 这样大家来看 一个简单青橙色的感觉 是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当然了 此时我只调了它的颜色 还没有调它的光影 你可能感觉还不强烈 那我们可以在这一个涂层的上方 Ctrl、A、Shift、E 概映出一个涂层 我对概映的这一个涂层呢 去执行滤镜 下方找到CAMERAL的一个滤镜 在进入CAMERAL之后呢 我们去在基本的一个调整面板里面 把它的阴影 向右去拖动 找到阴影部位的细节 然后呢略微降一点点它的黑色 再提高一点点它的层次信息 到这样一个感觉 基本上就可以了 点击这里的确定 大家来看 调色直接就完成了 来看一下总计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 这是处理之后的 利用通道 把它调整为了一个青橙色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就简单和大家分享那么多 如果你想系统学习 人像修图和摄影调色的话 就可以点击视频左下方的播放列表 在播放列表里面呢 就有发听老师系统的摄影调色 联机处到精通课程 课程的内容呢非常全面 人像的精修调色 还有风光摄影的修图调色 在课程里面都有讲解 里面呢有很多的案例 人像的修图 商业人像 环境人像 人像模拼方法 光影控制方法 风光片子的合成 鸟片的抠图调色 观感的打造 观感的强化 还有等等一系列案例 我没有放到这里 那课程呢 还有配套的软件和素材 可以供你去练习使用 联机处就可以帮你快速 学会摄影后期的 修图与调色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嘉宾 开始 再来